云景是我们IP方面比较早着手构思的角色之一 它的定位是我们离岳港内的一位艺术工作者 在这个阶段我们选择了细取这个关键词 也希望这个词能够成为人物身上比较核心的一个设定基点 在我们设想中 离岳港是一个比较繁华的港口商业都市 市民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其中自然也会包括文语方式 那离岳民众在一天劳作至于会去做些什么呢 当时就很自然地联想到了生活中的种种参考 也联想到了传统戏曲这个要素 所以我们想试着去还原茶馆和戏台文化 基于这个想法 这一行的代表人物云景也就诞生了 确定基点之后呢 我们的下一步是着手 让他跟已经有的一些角色产生关联 通过构架这个人际关系 戏化地区文化背景的方式 让这个角色的形象变得饱满和清晰 我们为云景构架的社会关系中有两条 是跟两位已经成型的角色建立关联 行秋和钟离 这两位角色呢 见多识广 云幽四方 结实云景也是非常自然的 此外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星燕 一个热爱摇滚的艺术家和一个戏曲表演艺术家 这两个角色之间呢 如果能够产生关联的话 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碰撞 并且这种碰撞也一定不是竞争或者辩论的关系 而是互相欣赏的关系 云景虽然是一个传统的戏曲工作者 但是呢 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关注跟自己工作本身有关的内容 他的骨子里还是一个非常能够接纳 然后欣赏新鲜事物的人 在他的认知里 接触更多更新鲜的事物是一种有益的行为 能够拓展自己的眼界 吸收新鲜的知识和文化形式 通过这种碰撞和学习过程 他自己的表演和整个知识体系都会更加的完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云景是一个既有传承精神 也有创新精神的角色 他身上的这种多元性 也体现在了我们角色设计的方方面面 早在里悦初期构架的时候 人化就考虑过要做一个含有吸取要素的角色 这个想法呢 正好跟IP也不谋而合 讨论过后 我们就开始着手云景相关的设计内容了 从云景的角色角度出发 他们本身都是真实生活在铁瓦特大陆上的人 云景作为旅悦港的居民 除了从事吸取工作外 也有着自己的日常生活 那他的外形设计 有几个重点就在于 既要能看出职业 还有一定的戏剧要素 又同时要有倾泻感和日常感 并且符合人物性格 另外还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必须能带给玩家新鲜感 所以云景的长服设计就比较有挑战性了 不过我们已经习惯被这种挑战性的事情折磨了 首先云景是个非常有个性的姑娘 虽然她出生在传统家庭 又从事与戏曲相关的 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工作 但却很欣赏对黎元来说非常新潮的摇滚 从这种性格特质入手 我们参考了历史上很多文学作品里边 既有纯旧又有自己想法的女性 比如花木兰、木桂英、梁洪玉这类角色 参考了他们戏曲装扮来做设计 期间出了很多方案 在配色上尝试过用传统戏曲服饰的 大红、大蓝这类配色 但考虑到云景的个性 最终我们为她设计了这套含有戏服元素 又与传统色彩印象有所区别的日常服装 制式上我们考虑到了她的年龄和性格 同时又要满足日常以及战斗的动作需要 避免模型穿插 最终选拟了这套半裙的设计 细节设计方面 我们把很多传统要素融入到了日常装扮里面 比如细胞上的绒球、领子、云间 还有下摆飘带等等 并使用了云文和方式文来做点缀 我们希望通过这类把传统要素去日常化的设计 来使角色更具亲和力 从而是让大家从不同的渠道 稍稍接触戏曲文化以及戏曲艺术 如果能借此产生兴趣 适当体会到兴趣的魅力 那就更好了 云景其实在2018年左右 就已经完成了3D的制作 但正是出厂前 我们发现最终品质和现在的要求相比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所以我们又对它进行了一些迭代和打磨 比如早期的原画设计 其实并没有考虑到游戏内摄像机 存在的一些广角积变 云景本身的头饰设计及富特征性 那存在广角积变就会使得它成为一个问题 使得它和其他角色相比起来 它的头有显得非常大 这种对于最终效果不可控 不能达到一致的情况 让原画设计和3D修改就变得非常麻烦 为了提高制作的直观性和准确性 我们找工具组开发了一款 能够让玛雅与引擎之间 实现实时同步的工具 有了新工具 我们在模型修改的同时 就能及时刮杀到真实游戏滑溅下的最终视觉效果 这样就不用盲目辅掉原型的设计 能够更好地配合原画 准确快速地调整出理想效果 大大交集了沟通和修改的成本 同时政治优化也能让我们之后的设计 和制作流程更高效化 更准确 云景整体的美术设计 在3D制作方面来说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头发和披肩部分对于动画来说 表现是非常不友好的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动画过程中 出现不合理的不眉观的模型穿插 我们进一步调整了 布线的绑定和骨盒动画 此外云景的眼妆 又是比较特别 比较浓烈的 这是之前角色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由于眨眼动画的时候 拉伸会比较厉害 为了不显得违和 我们又和原画一起 尝试了调整机板设计 尽力让最终的表现 效果更加的完美 为了配合角色设计 表现出更丰富的卡通渲染效果 我们研发了动态内部阴影贴图 来让内部的光影转变效果 更加自然稳定 同时角色身上也改用多层阴影色 来表现原画中手会处理的一些尾数效果 金属部分的质感 我们也有变于其他UC的PPR做法 采用了跟偏下手绘塞落路风格的金属感 大纯塞落路的色块表现 也会导致它在阴影里写的细节过少 所以贴图绘制方面 我们也加入了更多明暗细节处理 要画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 这一点很难把握 我们跟原画一起尝试了很久 争取把握住最好的那个度 否则万一太过了 画面效果会变得非常消耗图的感觉 而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角色渲染方面我们也在不断地迭代 陆续给角色渲染增加了 自身的动态AO 场景动态投影 场景光源物效影响的效果 让角色更好的融入场景 使得颜色光影更加的协调统一 但由于性能的限制 一些效果没有办法应用到移动端 这是比较遗憾的一点 后续我们也会在不断地 不破坏现有风格的情况下 加入更多的效果来丰富细节和质感 可能唯一比较担心的 就是性能组的同学 可能下班后就要来提早找我了 说到云景这个角色 刚看到他形象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很喜欢 马上我们就开始了很多激烈的讨论 但是大家聊太久了 不开工也不行 所以我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命题作文 就是在离乐戏 它这个核心的设定下 怎么样只用一个动作 就能把云景的独特气质转达出来 那说到离乐戏 很自然就会去联想到戏曲文化的相关内容 同时问题也来了 就是我们对戏曲文化了解得还不够深 但是做动画设计 是一定要有敬畏之心的 所以大家还是花了不少的时间 去恶补了相关的内容 在这个补习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戏曲中的亮相动作 非常有借鉴价值 原因是因为这类动作 它短处有力 然后有停动感 不仅能够塑造角色的形象 又能够形成鲜明的记忆点 非常适合去融入到我们的战斗设计里面 在了解戏曲文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注意到就是 演员他在上场和下场的时候 都会有一段亮相动作 为了展现出这一特点呢 我们在实际的制作当中 我们就先确定了它的叙事流程 就是把它的整个战斗动作 想象成它是一段完整的表演 让整段普攻的开始和结束 对于演员的上场和下场 为此加入了单刀亮相和双刀亮相的设计 并且呢 酌情修改了它亮相动作的一些细节和节奏 让这个动作更符合它那个少女的气质 云锦元素战技的机制 是按照策划的设计描述 是通过蓄力打出全力一击的这么一个玩法 所以我很早就确定了全力一击这个特点 另一方面 云锦的动作风格融合了细取元素 表现又要足够的优雅 而怎么把优雅很好地融入到这个攻击方式里呢 这确实给我们的设计产生了一些阻力 当然有问题我们就尽力去给它解决 在我们看了大量的参考和素材之后 我们选择了旋子这样一个动作作为它的基本形式 同时加入了一些古典武和传统武术的特点 又让这个动作在保持优雅的同时又能体现出强劲的力道 在最终呈现的效果中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云锦通过摆臂带动腰身 在炫起来的同时挥出长枪 使得它整个动作看上去线条舒窄 起伏轻盈 那像这样的修改和打磨我们其实还做了很多 最后才显现出云锦独有的一套动作风格 那除了战斗 我们还想通过它的待机动画 来讲述云锦这个角色 它本身的故事 让它看上去更有人情味 而云锦这个角色 它又是一个对自身的艺术造诣 很有追求的这么一个人 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一点 我们很深入地再次学习了很多戏曲文化相关的知识 最终围绕一段五花枪来展开设计 不过动画设计在尊重文化作品的同时 除了自身的表达 我们也要考虑客观条件的限制 比如其中一段踢枪 灵感来源自打出手这么一个动作 它其实是由上把为中心 也就是主角 另外有几个下把互相配合 光耗云锦一个人他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很小心地保留了这个概念 让它像踢箭子一样 就是自己踢 自己接 就是改编成了一个人也能完成的版本 在云锦的角色设计中 我们接见了一些传统的舞蹈和戏曲 但同时它作为离乐角色 我们也从离乐地区的整体动作风格中 体验了一些设计要点给它 如果要去概括离乐地区的整体化设计关键词的话 我觉得圆美两个是最适合的 南奇诗人蟹条有一句词 叫做好诗圆美流转如淡纹 它形容的是一种诗句上的行为流畅 而在云锦的设计中 这种流畅它不仅仅是指的是 动画表现上的圆转流动浑然天成 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云锦的招式设计 能够呈现出它本人得体优美的一面 进一步的 圆美这两个字也代表了我们想为玩家 带来优质体验的美好愿望 云锦是一位很有灵性的表演者 她登台的时候不会只按照流程表演 需要她来进行灵机应变的时候 她也是会有非常不错的即兴发挥的 比如说在原有的戏曲唱端基础上 加入她自己特有的解读 我们2.4版本主线剧情里的 《神女闭关》这段戏 就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体现 在1.1版本中 黎月是处于一个交接的关键期 但在我们2.4版本中 经历了这么久的积淀 我们希望能够在故事面貌中 适当刻画出人质这个时代的特点 我们游戏里面已有的关于戏曲的内容 以及大世界所投放的文本 很多讲的都是魔神战争时期的故事 这些在游戏世界内 大多也都是黎月普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但云锦作为黎月的新生代艺术家 她所拥有的艺术创作流向 既是由外向内又是自内向外的 所以会自发地反映时代精神 也就是人的时代这个主题 所以她本身会更倾向于 创作一些有关人的故事 这也是云锦对自身的艺术要求 她的作品和艺术态度 都会比较符合当下的 黎月港年轻人的心态 神女批冠到这里本该接见尾声 但今日我再添一笔 尝与诸位天 在我们的设定里呢 云锦唱的是黎月戏 这是一种流传很久的戏曲形式 尝试创作相关的戏曲内容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较为大胆的尝试 我个人的话呢 小时候跟大家一样 也都会收听戏曲频道 然后偶尔也会跟着家人一起去听戏 那长大以后呢 自己平常也会抽空 买票到京剧院去听 那我们整个IP组都觉得 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是很强的 那只有人到现场去听戏曲老师 自己现场演唱的时候 你才更能体会到这种力量 所以确定要做这样一个 有戏曲元素的角色的时候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制造一个游戏跟传统戏曲的小小的节点 如果能够借此让玩家朋友们稍微感受到戏曲的魅力 那就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了 那有关云锦的音频制作 当时其实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开发周期真的是比较短 需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分镜设计 谱词 谱曲 想象录制 试音还有正式录制 实际上时间来说是非常紧张的 那云锦的配音呢 因为涉及到戏曲唱段 为了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我们当时是很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戏曲老师来演绎的 不过就是大家也知道 大部分的戏曲老师都不太会涉足游戏配音这一块 所以当时要在短时间内匹配到 声线 风格 档期都很合适的老师 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决定同时去寻找 有戏曲表演能力的配音演员 当然也是很幸运的 我们最后经过两到三轮的试音 找到了一位各方面都非常合适的戏曲老师 也是因此确认了现在方案 也让我们的台词和唱段 由配音演员老师和戏曲老师分别来演绎 当然这也是我们原神第一个尝试 由两位老师分别为同一个角色的不同台词来配音 那自己创作的东西被专业老师演绎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在正式录制前我们都是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但当时在现场听到金居老师演唱的一瞬间就觉得 哇 就是这个味儿 就是想要这种非常震撼的感觉 那这次在合作的各个阶段都跟戏曲老师做了大量的沟通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杨老师的配合 这对我们音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 这一次合作对我来说首先是非常新颖的一个体验 把游戏和传统戏曲做结合 在这之前我感觉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 但是在和原神团队接触的过程中 以及了解了云锦这个角色之后 我能够感觉到这个团队对这个角色倾注了非常多的心思和努力 如何把戏曲的魅力巧妙地融入到虚拟的世界中 融入到一个少女的形象里 大家确实下了很多的功夫和思考 很高兴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 用我的声音和我所学的专业来演绎这个角色 演绎幻想世界里的故事 通过这种形式向玩家传递我们的传统文化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 喜欢上戏曲这门艺术 就像云锦会对老戏进行翻新再创作一样 时代也在不断翻新 观众的年龄群体都一直在变化 这股浪潮不断推进 而云锦是能感知到这种文化变化的人 所以他会去翻新一些 可能对当代离乐年轻人来说 比较有距离感的作品 让他变得更加容易接触感受 而我们身为游戏工作者 做的事情在这个方面 也算是有点类似的感觉吧 戏曲本身随着时代变化不断流变 在各种领域延伸拓展 我们也会去想 当戏曲文化来到游戏这个舞台的时候 本着保留核心精神的前提 再结合我们原神本身的世界观 语言风格和美术风格 它会在这个事业中呈现出怎样的故事呢 云锦就是我们这样的一次尝试 起先我们也犹豫过 要不要把云锦做成一个和戏曲有强关联的角色 最初抢到这个点的时候 心里多少是很没底的 然后也会考虑到会有些风险 但随着我们工作的不断推进 包括和各个部门同事一起的研讨和戏曲老师的交流 我们就越发感觉到戏曲文化真的是不大精深 有着令人惊叹的深度和广度 涵盖了我们中国人所能感知到的许多事物 我们很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致敬这么古老的艺术 作为一个中国游戏团队 我们怀着敬畏之心 努力把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东西 一些来自不同文化的元素化用到这个包罗万象的幻想世界里 让各个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都能试着去接触体验 我们游戏作为一种大众娱乐载体 受到许多条件限制 很难去承载戏曲艺术千百年代的厚重积淀 但如果有机会通过原神这种较为通俗 容易被人所接纳的娱乐形式 让更多人知道有中国传统戏曲这种非常好的艺术结晶存在 甚至借此产生对这门艺术本身的兴趣 进而去接触真正的戏曲文化的精髓 我们觉得如果能够起到这种浅显的引入作用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了 明景是在海丹节上线的角色 正好感知我们中国人的春节 过年的时候就着年夜饭的烟火器 打开电视或者电脑手机听听戏 也算是很有中国味的事情了 在这里就希望大家可以在游戏内外 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 在原神的陪伴下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感觉 Straßen Off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uiz uniqueness drawers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uiz时 verbal镜与点栏uizung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uiziti